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VMA跟着Peter一起转 我们看一下市场上新的一期项目 蛮受大家关注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项目到底在干嘛 首先请大家来到我的推特 大家知道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 那Apple有一个live的一个发布会 那出了一个新的Apple手机 大概是Apple14 Apple14你说目前位置看起来应该是0.7个Eats 如果你说Apple 如果你换算成法币多少多少钱的台币 多少多少钱港币 多少多少钱人民币真的是不便宜啊 但是你把它换成Eats 然后哎还好啊0.64而已啊 最贵的才0.7个Eats而已 不是太贵了 所以感觉还可以啊 所以preorder9月9号 那9月16号就可以拿到 这是昨天的消息 我们带来看一下有一些有趣的项目啊 到底在干嘛 第一个ARCARC这个Community是一个有趣Community啊 我们还有朋友来邀请我 那在进这Community的话 第一个你需要人来邀请 第一个它是invite 它必须是你要邀请人才可以进来 那它后面有趣是什么 你看它后面有趣 它有一些 Cofounder跟Founder其实有几个啊 第一个是林建月的儿子 第二个就是JJ林 就是林俊杰 那还有其他不同的Community的人啊 那就说如果你要进入这个Community 你要去申请啊 申请之后让他们会prove 你之后才有机会加入这个成员 你看theMembers 你要这个ARCMember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那他们后面其实筛选的还蛮 蛮严格的吧 我刚刚看到他们这边在做 AMA啊 那讲说他们AMA的部分 你看哦他们跟Greycraft AMA 然后JJ林 他后面应该会到时候会再发类似 PFP啊 但是他们第一部分他们应该是 先发一个Community的一个PASS 你看这这昨天他们这边前两天的这个JJ JJ林在他们Discord里面聊吧 前前两天 这是新加坡的一个项目啊 他们的人基本上都在新加坡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跟大家讲这个YogaPAT YogaPAT在这里算是最近比较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啊 当然你要看这个YogaPAT 哎 YogaPAT 你看这个YogaPAT目前为止 市场上好多好多人都在 不要说吵啦 就是跟他们关注这个YogaPAT 那主要也是一个他后面的Founder是这个Quand 还有Cara Road 那这两个其实都是在NFT世界里面 算是比较火药的 你就看起来有没有像什么 像Mememelan 你不觉得吗 哎 就有点像是Mememelan 他说你在那边做Yoga Yoga对人生有什么好处 叫大家来做Yoga 你看这个3D做Yoga叫大家来做Yoga 所以他后面除了本身自己是一个3D的 NFT之外 他Community也是做的不错的 你看 就是Con146 他们跟CyberCon也是有一些 合作 那目前为止里面他所有的Advisor 基本上都是Yoga的这些大师 Web3Advisor 哦又是9GCEO OK999 呀OK 那我知道了 他们后面 基本上就是Mememelan 就再重新弄一个东西出来吗 Korado你看Con146 呀有兴趣朋友 这个是目前为止算是比较 算是还是比较 有影响力的 啊 no FOMO no hype 但我觉得他们后面主要是因为跟不同的项目做co-branding 做的还是不错的 你看Korado Korado 这是凯鸡 哎 Mememelan 另外跟大家讲这个 Valhalla Valhalla the gaming and the culture 那我们晓得一般在 web3里面要做游戏不太容易啊 但你看他后面这边 你看Doodles Azuki MV3 Valhalla PXN 然后Everite 这些都不是不错的项目哎 大概找到蛮多合作的项目哦 OK Valhalla 看起来他们后面是蛮懂NFT的看起来 至于他们这个发出来之后到时候会发什么事 还是要看他们持续做啊 你看这7月多他们有做一个host 399 要跟这个讲呢 dj and hand 这个最早我跟大家聊过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最近又有好多人关注哦 他们是一个游戏相关的 哎 游戏相关的项目 大家知道在web3里面要做游戏 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他们这边 持续在发展啊 我觉得他后面还是可以啊 最近他们应该有一些活动啊 你看15分钟15个小时之前 他们跟the three lander 做一些community的活动 那operation is seen 他们一直持续要做不同的活动啊 head out 还蛮不错的哦 这个jahannan 这个目前为止 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azura games azura games 你看这个creator of the the star wars galaxy of heroes 那我们要知道在整个 游戏界里面 持续要这边的一直持续发展 真是不容易啊 应该这个是他们原本的团队做的游戏啊 那现在他们这个团队自己要出来发另外一个nft啊 这应该就是 他们现在要出来发nft azura game 你看azura game这边 这个项目 应该哦 ok match adam 是应该就是在受伤啊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主要是看到后面到底community是要怎么做吧 ok total membership将近2万呢 online 2000多pick 3000多4000 这就是他们刚刚讲说 Legend 就是Legend and the legend 另外这个windy moon windy moon 这也是一个型的项目啊 这项目看起来 又像是一个做元宇宙的 你看这个有熊 这一只碗熊啊 碗熊看到他们在这边挖宝啊 就这边有一次cowala cowala带他们去探险 哎 这有猫头鹰 这种菜啊 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元宇宙的 一个nft 那这个项目的话 有些discord里面的alpha group 特别讲到这个啊window moon 所以这边稍跟大家聊一下 有些朋友去关注一下 另外这个audius audius也是我们最近在discord里面 看到大家这边聊 你看他这个画风跟我们一般平常这次的画风有点不同啊 他是也黑白 然后是眼睛是彩色 这是钢笔的画风 我不晓得他们实际要出售出来nft 是不是也是这种钢笔画风的体验 因为这你知道越复杂的东西 就是你用简单的线条去表示其实是越难了 那接收度不知道有多少 那这个audius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 诶看一下他网站 audius the hand is started ok go to the hunt 他已经开始哦 before review ok click to continue 能干嘛 ok 所以他们其实是里面是一个故事内容的 音乐也蛮好听的就是 只是故事内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有趣的叫做france research group 这个是一个小的community啊 这才刚刚出来没有多久啊 这是在我们一个alpha group 里面听到 这个项目 我觉得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有注意的朋友可以去注意一下 你看这community based的叫做france rg 刚刚大家长几个目前市场上比较新的项目 如果大家还没关注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再给你价值的话去关注 我们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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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人 在